第十三章,连胜时局夜叉夺魁,将计就计原府当差。 上回书说到猛夜叉怒打震西天,一脚把刘龙蹬下了摆台。 其实,夜叉本不想登台,怪就怪刘龙,这小子口无遮拦,说话实在是难听,这才一怒之下登上了擂台。 等到把刘龙一脚蹬下后,夜叉转身刚要下台,突然就听台下一阵大乱,一道黑影从擂台底下一个汗地拔葱就跳上了擂台,伸手拦住了夜叉。 此人看着也就是三十挂龄的年纪,身高九尺开外,宽宽的肩膀,细细的腰梁,光着脑袋,面似冰铁,黑中透亮,好像黑锅底差不多,两道粗眉飞茶双变,一对大眼黑白分明,稍稍有点连变胡子茬, 一看就是练过硬功夫,黑大哥先做了个螺圈衣,然后冲着夜叉喊道,小英雄请留步,在下姓吴,叫吴空达,闲着没事时,我也爱恋两下子,蒙江湖上兄弟们的台爱,赐我一个混号叫混金龙。 今天,听说有银子拿,我就是来拿银子的。这样吧,你要是下去就下去,不如先认个输,就算我先胜了一局,我再接着打别人,你看咋样? 叶叉眼眉一粒,虽说自己不想惹事,不过这黑大哥说话实在不中听,小伙子也是年轻气盛,心想,怎么着? 别看你块头大,我还真怕了你不成,凭什么我没打就先认输了。 冲着黑大哥冷笑了一声,吴师傅,本来我还有点是要去忙活,不过,我刚才一看时间应该还有点功夫。 这样吧,咱俩赶紧伸手,我把你打趴下了,再走也不迟。 吴空达一听,当时就火了,怒目原睁道,好小子,甭说别的了,看掌吧。 说吧,抡起大巴掌,奔着夜叉就是一下子。 两人叉招换势,一伸上手,功夫不大,大伙就都看明白了。 别看吴空达身高力大,但是显然不如夜叉灵巧,抡胳膊打了半天,连人家一脚都没沾上边。 俩人在台上斗了十几个回合,夜叉使了一个白云现日,下边抬腿就蹬吴空达的胸口。 吴空达一看情况不好,赶紧吐气西胸,屁股往后一掘,勉勉强强地躲过了夜叉这一脚。 夜叉往前一根部,另一条腿奔着吴空达的当内踢去。 吴空达见刺脚来势甚猛,急忙把双腿一并,身子一拧,夜叉这一脚虽说没踢到当上,可也踢到了他的大腿割上。 吴空达双腿站立不稳,一个跟头就从台上栽了下去,啪的一声,摔在地上直哼哼,好玄没摔死。 底下的老百姓一阵大乱,随即哗的一声,使劲的鼓掌。 看热闹嘛,也不管是大,看的就是这个劲。 夜叉连胜两场,再想下台,可就没那么容易了。 这边吴空达刚被踢下台,就从台底下又窜上来一个。 书说简短,夜叉三下五除二,又把这人给打趴下了。 台底下一个接一个地往上蹦,夜叉几乎没费什么力气,就干净利索地连胜了酒肠这时候。 台底下的老百姓可看高兴了,兴奋地跟着大喊了起来,冲着台上的夜叉直挑大拇指。 台底下也没有人再敢往上蹦了,眼见夜叉举手投足间就放倒了九个,谁也不傻,这接骨眼往上冲,纯粹是找打去了。 就在这时,从东看台上射出一道人影,空中连续几个翻身,踩着台下老百姓的肩膀就静止飞上了擂台。 有道是,行家一伸手,便知有没有。 夜叉一见来人的身法,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,此人就凭这身法,明显就与先前那些人不是一个档次的,看来这个人绝非等闲之辈,不能大意。 来人飞到台上后,单腿着地,另一条腿一盘,拉了个架势,这叫金鸡独立,纹丝不动,脚蹬台板,生息皆无。 就这一下,满朝花的一阵掌声,震耳欲聋。 来人是个老头,红扑扑一张脸,粗眉大眼,看着倒挺慈祥,冲着夜叉笑了笑,不愧是英雄出少年,小伙子,你连胜九场,果然功夫了得,老夫就陪你走几趟吧。 夜叉此时也知道,现在想退场,已经不可能了。 既来之,则安之。 说别的也没用了,那就打吧。 两个人插招换士,斗在了一起。 夜叉一伸手,就知道老头的功夫只在自己之上,不在自己之下,更是丝毫不敢大意,差不多把压箱底的本事都施展出来了,这才勉勉强强打了个平手。 三十几个照面后,老头往前一纵,啪的一掌,拍向夜叉的面门。 夜叉赶紧闪身上,不往旁边一闪,同时伸出右手,反抄老者的手腕。 老者抽右掌,现左掌,使了个海底藏花,奔着夜叉的当不打来。 夜叉赶紧来了个张飞骗马,啪的一个跟头,闪了过去。 老头一掌掏空,紧跟着往前一根部,这一招叫击登部,啪,一掌直奔夜叉的后心。 夜叉头也没回,脚尖登台板,往空中一纵,拔起了有一丈多高,又躲了过去。 老头按条大拇指,心说,罢了,真是后生可畏,我可要多加谨慎挨因此,老者使足了精力,对付夜叉,不敢有半点大意。 老头这一认真,夜叉可就有点招架不住了,被老头逼得只能上下跳跃躲闪,毫无还手之力。 一边打着,老头心里一边琢磨,这小伙子真是好本事,真不好对付。 要不是先前打过九阵了,体力有些跟不上了,恐怕自己还真就不太容易打赢。 也打了半天了,看来,我用点绝招吧。 想吧,老头顺势向空中移动,蹦起一掌七八尺高,身子往下一落,头下脚上,双掌一挥, 蹬时两只巴掌大了一圈,一看就是练过铁杀掌一类的掌上功夫,双掌一前一后,奔着夜叉就拍了下来。 夜叉叫了一声不好,赶紧往前一抢,躲过了前掌,但是后背可就露了出来。 在想躲,已经来不及了,只好双眼一闭,全身一崩,心说,不好,看来,我这条命要够呛了。 老头也没有下杀手,手上用了四成力,一巴掌就拍向了夜叉的后背。 就听到啪的一声,老头的巴掌结结实实地打在了夜叉的后背上。 老头心想,我这可是铁杀掌,打石头都能打开了,打树都能打折了,这一下估计准能把这小伙子给揍趴下。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,所有人都以为夜叉非得吃亏不可,可是老头这一掌下去,没见夜叉怎么样,就先听老头大吼了一声,一只胳膊竟然垂了下来,胳膊竟然折了。 台底下的群伙哗的一声又染开了,怎么回事?怎么打人的胳膊还打折了?谁知道呢? 不会是铁布山金钟罩吧?台底下说什么的都有。 夜叉就感觉后背一阵发热,等他回过神来,才发现自己竟然一点是没有,而那个老头的胳膊竟然折了。 老头强忍着疼痛,冲着夜叉点了点头,不错。英雄出少年,老夫佩服,改日有机会再来讨教。 说吧,飞身跳下擂台一致去了。夜叉连胜十场,积压群雄成为了今天的擂主。 原崇焕一直在看台上看着,不住地点头。 书中代言,刚才登台的这老头可不是别人,正是原崇焕手下的四大铁卫之一,铁爪神鹰鱼化飞。 原崇焕身边有四个贴身护卫,各个本领高强,号称四大铁卫。 分别是,齐剑飞仙安渡园,飞天无功李栋林,铁爪神鹰鱼化飞,风僧武德。 这四人本是出身于陆林,在江湖上也颇有威名,算得上是侠客一级的。 都是仰慕原崇焕的威名,这才纷纷投奔而来,跟着原崇焕东打西沙都好几年了。 书接前文,夜叉连胜十场后,从东看台上又过来一人,来到擂台上后冲着台下众人一抱拳。 台下父老乡亲们,今天的英雄泪宣告结束,明天继续开泪,谢谢众伟捧场。 今天到此为止,大家先散了吧。 台下一阵喧哗,慢慢地散去了。 下来这人斜眼看了看夜叉,抱拳道,小英雄,大人有请。 夜叉扭头朝着东看台看了一眼,有些犹豫,不过眼下形势所迫,也不得不去。 倘若自己不去,反倒更惹人怀疑,莫不如就趁此机会先会一会这个原崇焕。 想到这儿,夜叉点了点头,大踏步奔着东看台走了过去。 台下的人走得差不多了,魏宝山和马伯通也不敢在台下傻站着了,随着人群缓缓移动,眼睛盯着夜叉,心里都为夜叉捏了一把汗。 圆崇焕目光如炬,可不是一般人,万一要是认出夜叉的身份来,夜叉恐怕性命就难保了。 说是英雄雷,万一是陷阱怎么办? 再说,夜叉来到看台上,见正宗的原崇焕平顶,身高约有六尺左右,面似银盆,两到八字利剑眉,眼口的胡须齐着门面。 威风凛凛,相貌堂堂,果真一副大将的气度。 走到近前,行了个衣礼。 原崇焕笑了笑,小英雄不知如何称呼啊。 夜叉想了想,答道,回大人话,小人姓金,名夜叉。 哦,金夜叉,多大了,家里有什么人啊?做什么营上? 二十岁,自小离家,居吴定所,四海为家。 哦,这样,我有意请你到我府中做事,不知小英雄意下如何。 哦,夜叉略一沉吟,脑中快速转了转,一想此次前来便是为了原崇患而来,既然能进入他的府中,或许对此行之事有所帮助,大不了我再一走了之。 想到这儿,赶紧扶身行礼谢安。 夜叉跟着原崇患一行人回府,暂且不表,单说台下的魏宝山,眼见夜叉跟着原崇患走了,不免有些担心,毕竟那是在人家的眼皮底下,一个不留神,脑袋就不饱了,心里不由地着急起来。 马伯通眼珠转了转,拉着魏宝山到了僻静处,让魏宝山不用着急,这事是件好事。 起码有内应了,咱们行起事来,也就方便多了。 别看夜叉孤身一人,但是那小伙子心思缜密,武功又好,不会有什么事的,退一万步来讲,就算是被识破了,也足以保自己周全。 两个人正说着话,杜拉尔国国突然从后面走了过来,魏宝山见杜拉尔,国国面色潮红,额头上汗珠细密,似乎像是生病了,赶紧迎上几步,呃,杜什么国国,你没事吧?是不是生病了?杜拉尔,国国皱了皱眉,我的名字就那么难记吗?我叫杜拉尔国国,记不住的话,就叫我国国好了。 魏宝山胀红了脸,搓着手,有些尴尬。 马波通在旁边转了转眼珠,我说杜姑娘,刚才我见夜叉已经落败了,竟然败中取胜,那老头胳膊折的离奇,莫非是?杜拉尔,国国点了点头,没错,刚才是我暗中帮忙,这才扭转战局。 因为距离太远,施术后有些皮,背,歇一会儿就好了。 魏宝山看了看杜拉尔,国国,又网类台方,想看了看,实在想不出来,隔了这么远,杜拉尔,国国会有什么办法,可以帮助夜叉反败为胜。 三个人就近找了处饭馆,刚刚散了场,饭馆门刚打开,就有客人来,伙计很热情,像静大神似的给他们找了一个毒桌。 马伯通把林杰的窗户推开,说,伙计,给我们随便配几个菜,酒不要多,一斤就行,吃完我们还有事呢。 点完了饭菜,没多久就给端上来了,众人一边吃着一边聊着。 原计划被这一突发变数打乱了,眼下只能等夜叉的消息后再重新商议了。 几人在都师府对面不远处的客栈,要了两间房,推开窗户,就可以看到都师府的大门,每天除了睡觉以外,轮流在屋里蹲守,盯着府里出入之人。 半个月后,夜叉终于出了大门。 马伯通小心地把夜叉引回客栈后,大家围坐在一起,赶紧询问夜叉这几天的情况。 原来,15天的英雄雷,凡是和夜叉一样,连胜十场的人都被原重焕招致麾下,变成铁衣卫,一共有12人,相当于原重焕的贴身卫队,直接受原重焕本人的调解。 平时倒也没有什么事,也没有接受什么任务,但是从原重焕的话里可以听出来,这只铁衣卫似乎另有重用,至于最后究竟要做什么,就不得而知了。 这几天,夜叉也把原府的地形记得七七八八,除了一些高度保密的场所进不去以外,别的地方几乎走了个遍。 取出纸来,提笔在手,夜叉很快就会出一张都师府的平面草图,一边指着地图,一边给众人讲解。 魏宝山盯着这张草图看了看,越看越入神,看了好半天后,禁不住地点了点头。 正所谓,外行看热闹,内行看门道。 原重焕的都师府,前堤后高,东下西上,前有风水树,后有风水池,一看就是经过高人的指点。 共有大小院落二十四间,而原重焕的居所就位在西北角前卫处。 院中的古树,水井和水塘,从方位到形式都颇有讲究,暗和一礼,四周院墙前阔后收,升起回旋入塘,正是风水中万起朝宗之举。 夜叉又告诉众人,府中护卫巡逻很严,要进入到原重焕住处只有一条路。 而这条路需要经过八所院落,每所院落都有护卫十几人。 想要在这些人眼皮底下混进去,除非他们全变成瞎子了,要不然根本就混不进去。 说完,夜叉用笔在纸上画了一条路线,那是从大门口到原重焕的住处的路线。 大家看着曲曲折折的道路都不吭声了。 早就听说过原重焕这个人善于布防,没想到不仅守成如此,就连自己的都师府都弄得如此复杂。 马伯通盯着图纸看了半天,最后抬头道,要我看,想要偷偷摸摸地混进去,实在是太困难了。 我们几个除了夜叉以外,都没什么武功,那么高的院墙想要爬上去都费劲。 不如来个浑水摸鱼,咱们晚上偷偷放上一把火,趁乱摸进去。 这个想法刚说出来,夜叉就晃了晃脑袋,告诉马伯通,这些院落每个院落里都有除水的铁缸,院子里都有水井,一旦起火,火势很快就会被控制住,不仅不能奏效,反而会打草惊蛇。 原重焕旁边的院子就是他手下的那四个铁位的住处,那四个人可不好惹,随便拎出一个,自己恐怕都不是对手。 大伙这次前来,本来以为做好了充分的准备,但是到了现在才知道,自己这方的情报实在是太少了。 要不是夜叉无意间混进府内,自己这伙人胡打乱撞,估计没等找到地方,就得让人家抓住给点了天灯。 杜拉尔,国国一直没有吭声,见大伙都垂头丧气不言语了,突然开口道,我倒是想到一个办法,可以让府中乱作一团,只是能坚持多长时间我也不好说。 怕就怕,一旦时间不够用,反而会害了大家。 马伯通摆了摆手,姑娘,都到这时候了,也别藏着掖着的了,有早没早打一杆子,你说说吧,到底有啥招? 杜拉尔,国国点了点头,这才把自己的办法合盘拖出,等他说完之后,在场之人无不惊愣。